最近美国的部分华人朋友在网上请愿要美国政府处理微信 要么微信停止封杀某些账号 要么就请美国政府封杀微信 就这件事而言 我们专门请教了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景韦列律师 景律师表示 私营公司对言论的审查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在你注册微信账户时 你已经点选同意了微信的服务条款 你只不过没有仔细阅读而已 但这并不是微信的错 也不是微信专有的霸王条款 像Facebook此类的平台一直以来都在不停的审查和关闭用户账户 如果你不喜欢微信或者Facebook这一类的服务条款 可以选择不使用它 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 指的是政府不能限制你发表观点的自由 但这并不适用于私营公司 如果您有其他法律上的需求 可以联系咨询景律师 好